在我13岁的时候出国的前一年 我的父母就是他在我小的时候 他一直会告诉我有六四这件事情 但是没有非常具体详细的给我介绍中间的过程啊 或者以及展示一些图片啊之类的 那在我13岁的时候 我的父母在国内他第一次就是在网上 向我展示了六四的那个图片 那这个是在国内肯定算是违禁的图片 但是我看到了从我当时的心情 看完所有六四从开始到镇压的所有的照片以后 心情呢就是从非常的热血澎湃 就感觉好像跟学生一起在游行的一样 然后到看到镇压了以后 真的是非常的就是很悲痛 然后我就记得那个时候 我抱着我的父母真的是哭了很长时间 因为真的是第一次看到 政府用这个机枪坦克怎么去碾压学生 包括就是扫射学生的那个照片 这个是我都看过的 对我13岁的那个心灵 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震撼 然后当时 所以从此14岁以后呢 来到美国 我们去正好那个时候是六四的期间 所以我们就去参加了这个纪念活动 那当时对于我 还有我的家人而言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就是这是一个正常的事情 我们作为一个政治的人 应该有良知的人 应该去参加这个纪念活动 应该去纪念 并不是为了别的事情 而是任何人我觉得看到当时被镇压学生的那样残 残酷血腥的图片 或者甚至那些亲历者的话 那他的震撼程度肯定是更大 但是我觉得光是看照片 你就心灵上应该有很大的震撼 迫使你去 真的是去纪念这件事情 所以当时我在14岁的时候 就去参加了这个六四的纪念会 并且就朗诵了一首诗歌 但是我觉得我也没有做很多的事情 我能做的也只是在那个纪念会上 去朗诵一个诗歌 就是表达一丝丝 我们对当时这个牺牲了学生的这个哀悼之心